從未受婚跑去戰地 女記者慘變性怒 她將這麼可怕的經歷收錄在回憶錄 今個星期就會出街 事件發生在2008年 Amanda因為厭倦做侍應 在從未受過新聞訓練的情況之下 偽然走去做戰地記者 胸口掛著個勇子 和做攝影師的前男朋友 一起去索馬里採訪 就連當地保鏢都不敢去的地方 他們膽粗粗自己開車去 誰知在第三天 就抓到12個武裝分子綁架 綁費要求他們的家人 交出300萬美元的贖金 不過無緣無故哪有這麼多錢 政府亦不肯出 為了生存 Amanda扮信伊斯蘭教 每天跪拜五次希望不再被打 不過都沒用 還每晚都被強姦 又被迫玩亡命俄羅斯輪盤 沒多久 Amanda的嘴出現真菌 感染到臉 指甲亦都開始剝落 經歷這麼悲慘的生活 她想過自殺 但見到窗外面的雀仔飛過 又令她再次充滿希望 最後家人籌到50萬美元 才救回他們出來 有傳在15個月的禁錮期間 Amanda曾經生了個B 希望Amanda真的做得到 好了